面對的最近有這個風雨路館 來出現了君主的事件 我們有學者的這期是風雨路館的SOP 實行的施設 不夠 資料不夠到達 我們要組成風雨的康復 建議說為美國立民人 是不是可以來解釋 一中檢驗的 台北市某風雨路館 又發生一間疑似君主感染 兩名確診者住在隔壁房 都感染第二次 其中一名 疫情一百一雷是本國這三十多歲 南省 已經完成減養 等到社區 也不夠幼稚園 接生小孩 雖然相關 接觸者 粗暴採檢 都是陰性 但是有轉到煩惱 幼稚園熟期阿嬤煮 藥廟的作品 萬一不像 丟臉 也是有社區團補的 方向 原來是從事件為主 所以他接觸的方法也比較小 出外 最近風雨路館一直團出 君主主席 有這麼多歲 風雨路館一晚 是連經過訓練 不過 路館比較不是醫療 因素 無關是動作環境控條定 優惡有風險 只要SOP 執行世界不夠歲 真有可能 就出現風雨在扛旁 基本上還是不外乎 環境跟人 兩個因素 檢疫旅館裡面的通風 他的排風相關的設備 是不是只有內循環 那這可能是不行的 可能他還是要有對外的循環 能夠把空氣排出去 由此強調 應用沉舊 減越長岸上路 風雨路館 增加速度近 不拜託 無分環境條件 無負乎規定者 建議中央 應該有風雨路館的提供規制 另外 庫僵最近 北朝建華議員立法庁 固案 都來自美國 也建議改例為 各風險國家 入境者改靠 集中檢協所十七天 以降給風雨路館 還是社區團部的風險 記者綜合報道